MQ-4C无人侦察机 据澳大利亚媒体称,澳军方已和美国签订了引进6架MQ-4C无人侦察机的协议。 这种飞机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全球鹰高空无人侦察的改良型号,最大航程可达14000公里,最大飞行高度接近2万米。 据悉,澳大利亚为引进6架飞机,共花费了51亿美元,其单机价格将近8.5亿美元。 不过在很多军迷和业内人士看来,澳大利亚的全球鹰玩出了天价,并不是因为它太先进, 而是美国的太新黑,和澳大利亚的太愚蠢,走了到一起才擦出的火花,黑心的美国向澳军开出了天价全球鹰。 由于目前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紧张,因此对于澳军这个采购计划就有澳媒分析,是为了对付中国海军的远洋活动。 将来澳大利亚无人机将会到南海搞侦察,可对中国构成比较大的威慑。 不过仔细分析这种可能性并不很大,因为美国已经在南海地区,部署了大量先进的侦察系统,可以和澳大利亚分享情报。 另外南海周边环境非常复杂,澳军无人机如果来南海,肯定也会顺便侦察周边国家,而周边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也会对其进行反制。 到时,澳大利亚全球鹰,如果被乱过打死,可能都找不出一个施主出来。 毕竟全球鹰是一种很脆弱的飞机,在美国手里一般只是国家不敢打而已,但是如果喷上澳大利亚的标记,敢打的国家那就太多了。 澳媒称全球鹰要来南海搞侦察罪官,见得是中国对全球鹰的反制手段就更多。 除了电子干扰、电子俘获之外,中国还有在不开火的情况下,就能破坏全球鹰的能力。 比如,中国可以动用歼8战斗机,对全球鹰进行距离扰动时其失速坠毁。 虽然中国空军苏30、歼10等三代战机,无法飞到2万米高空,但是歼8却很容易达到这个高度,并且通过让全球鹰进入歼8尾流的方式令其坠机。 此外,中国还可以将退役的歼8改装成无人机,让其近距离伴飞全球鹰去距离对方,或者直接让歼8无人机与全球鹰发生碰撞事故同归于近。 毕竟歼8无人机很便宜,撞毁几亿美元的全球鹰非常合算,歼8的高空优势可以对付全球鹰。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,澳大利亚购买改良版全球鹰来南海搞侦察挑衅的可能性不大,其真实的用途就是在澳大利亚广阔的周边海域搞个侦察监视。 如果澳方胆敢让其无人机来南海挑衅,中国有能力让它有来。